北京时间7月23日14时56分 齐齐哈尔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报 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体育馆发生屋顶坍塌 齐齐哈尔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调集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截止到24日中午12点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坍塌事故最后一名失联学生被找到 已无生命体征 此次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 事故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推进中 一名34中排球队队员告诉记者 事发时自己由于受伤在家休息 并未在队里训练 事发前队友们正在场馆内训练 对于如果痛心的消息 我们国人都非常关注 由于现在正式暑假 大部分的学生都放假了 但坍塌时的体育馆内有一群女排学生在训练 所以这些孩子成为了无辜受害者 确实太痛心 前中国女排队员刘燕寒 在第一时间录制视频 为这些孩子祈福 也感谢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 他表示 琪琪哈尔一直有培养优秀女排队员的传统 在八一女排时 就有一位队友来自琪琪哈尔 所以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想到了女排学生 结果还真的有孩子在训练 前中国女排队长慧若琪 也在中国消防账号下评论 孩子被抱出来 还穿着呼吸 希望大家平安 太难过了 这些孩子还参加了松原战的比赛 获得了亚军 有几个人还入选了最佳阵容 希望另一个世界 也有你们热爱的排球 相伴显然 慧若琪也在关注这些学排球的孩子 也许还有未来的中国女排队员 如今 所有的失联学生都已经找到 11个家庭为之心碎 一定要深究责任人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